大家好,大家好 然后现在是27号的几点 下午2点 然后我在二楼的厨房喝饭 然后转一下镜头 这外面俄军,乌克兰军队已经设了路障了 还有那个临时的军事设施 等会打巷战的话应该会从我这地方打 然后如果不更新的话 那以后就是不更新了 假设今天晚上不更新的话 那以后也就不更新了吧 然后看看 这个厨房的话 目前就只有我一个人在用 我去煎了三个鸡蛋 然后还把我最后的一点 那个,该怎么说呢 应该叫俄国饺子嘛 给 给煮一煮 嗯 然后这俄国饺子的话 也不是这么好吃 它里面不是会不放葱姜蒜 你知道吗 就纯粹只是肉 牛肉还会放奶油啊 或者是果酱一类的东西 嗯 然后 然后 这是我最后的饺子了 也是我最后的鸡蛋了 水的话 自来水管还是有水的 然后可以热一个喝 然后 哎呀,本来这些东西应该省了点吃是吧 一天一个鸡蛋 然后再一点点饺子 还可以扛三天 不过我一想 我早上起来 都咳嗽的时候都吐血了 我也想 哎,算了 这 还是吃好一点吧 毕竟刚才那个 乌克兰军队已经从外面射路障了吗 嗯 虽然我很想给你们去拍一下外面那个 但是抱歉 我不敢啊 嗯 而且那个谁出去的话 是直接可以被抓或者被击毙的 这是已经下令的 所以说 就 先吃完饭吧 先吃完饭再说别的 嗯 你要是现在出去被击毙 我的三个鸡蛋不就白煎了吗 然后 看看 给大家看一下 我 我这样弄一下像不像 外面的情景 然后 武漢军队是在拐角处 然后设了路障 还有那个 临时的军设施 嗯 这个视频就拍到这儿吧 然后等我煮熟了以后 煮熟饺子以后 就吃点了 我的药的话是吃没了 然后咳嗽没有止住 然后它越发严重 嗯 主要是盘里面摘摘的血丝是什么鬼啊 就感觉 哎呀 这很可怕 虽然说我吃点好的嘛 然后就这样吧 希望大家健康长寿哈 我们这一代的人预期寿命有一百岁呢 所以说就好好活着哈 珍惜另一半 我的话就 我先把这顿吃完了 我们再说别的吧 哎呀 是不是我应该 开一个视频号 叫做战区前线的饭 战区前线的厨房 好再见再见再见